你把豆瑜繼續趕萬安提起 萬安演習開始囉 無論是佔領主席台北 無黨籍女立委打吃豆腐 還是為了黨下勞機修法不斷電 講了2.5小時 他是國民黨立法委員蔣萬安 也是蔣家第四代唯一從政者 更為高顏值被封為國會第一帥 正面形象黨內大佬甚至綜藝節目 然後我都搶著錄影 因為我要把他演習 那換我來撩一個好不好 烤肉啊 烤肉 你都先烤什麼 我都先烤烤肉啊 烤肉 你叫烤肉 我都先考慮你 所以大家會誤以為好像我是很厲害 會撩妹啊 然後平常也是這樣 事實上沒有啦 我大概離真的很會烤肉 還有很長一段距離要多學習 木棒跟鐵棒打到你的頭 還有一個棒棒 還有一個比較痛 鐵棒吧 我的心比較痛 三發搞笑的蔣萬安 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還被說是遭政治耽誤的藝人 其實蔣萬安很親民 還是超級體貼的老闆 你好 你先近一點 我近一點 不錯 讓同事啦 像助理或者說有時候朋友來 就是聊天的時候 然後輕鬆一下就會玩一下 辦公室走美式風格 蔣萬安接受台灣大搜索專訪 第一個地點就約在他的工作小基地 落地玻璃牆 還點綴了幾隻小貓咪 莊種氛圍中 不失童趣 好多隻貓踩在你的頭頂上 對這個也是 就讓公司同仁他們自己發想 然後 黏在這個玻璃牆上面 我覺得也很可愛 重視同事的工作氣氛 對自己則是嚴慮加深 尤其是最夯的國際議題 是每天要掌握的 一定隨身攜帶 就是我平常就背了 然後就去搭高鐵啦 或是搭火車很方便 我喜歡看一些歷史的書 然後最近的時事 像這一本蠻好看的 叫意外的國度 那它主要就是談到中國大陸 它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另外這個是最近 因為中美貿易戰 所以談到說休息底的陷阱 每天除了吸收新知開院會外 蔣萬安最常去的就是到選區 了解大家的心聲 大姐 你好 你好 我慢安 我知道 我慢安 就要來這裡幫你們親安 總是帶來正面陽光形象的蔣萬安 其實心中曾經憂鬱過 因為蔣這個姓氏 來講我從小學開始 他們有時候會跑來問我 說聽說你是誰誰誰的孫子 回想知道自己身世的那一天 就是蔣經國逝世的1月13號 老是一句話 你祖父過世 終結蔣萬安單純的童年 當年她才10歲 我當時還沒有改姓 我還是姓張 文章的張 跟著我奶奶姓 那時候我也一直半姐 那我爸媽那時候 也沒有很清楚的 告訴我過兩個姐姐 我們真正的身世 明明姓張 卻是蔣家人 這對還小的蔣萬安來說 實在難以理解 回到家裡也彷彿是個禁忌 沒人敢提及 直到國中意外在圖書館 翻建相關書籍 才知道各種原味 就剛好看到有一本書 是介紹我爺爺跟奶奶之間的這個故事 我拿出來一看 我才發現原來真的有這麼一段 現在叫大興開路14號 這就是詹安雅羅酒局 那個有一點是獨家獨物 原來在1940年代 已婚的蔣經國在江西 結世的才女學員張雅若 兩人日久深情 有了愛的結晶 產下一對雙胞胎 由蔣中正命名 孝言孝辭 和蔣經國原配所生的孝文 孝武 孝勇 都是孝姿輩 其中孝言 就是蔣萬安的父親 向蔣母張太夫人 行三跪九叩頭禮 蔣孝勇在跟我講說 她深信她媽媽在幹男 就知道有張雅若這一號人物存在 也知道一定有這一段的婚外 只是蔣方良一直不知道 張雅若有生了一對雙胞胎 但因非婚生子又爆發中日戰爭 雙胞胎只好跟著母親姓張 沒想到張雅若卻在產後五個月猝死 年僅29歲 房間傳言疑似遭到謀殺 那時候多多少少我已經大概心裡有個底 這一次到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爸爸叫我還有兩個姐姐到他的書房 然後那一次正式的告訴我們我們的身世 聽著父親娓娓道來上世紀的過往 蔣萬安這才知道自己被取名萬安 不是因為在萬安演習的時候出生 而是由蔣經國親自命名 藏著對戀員張雅若的神情 當時我爸爸跟我叔叔 他們非常小的時候還是嬰兒的時候 就由我爸爸的外婆帶到江西萬安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因為有一些戰亂 希望在這裡會比較安全 萬安縣當時是非常非常 算是江西城最窮困的一個地方 所以金國先生當時幫我取這個名字 就是希望不忘本 不要忘記過去那段非常困苦的日子 背負上一世代期許 但身為非婚生子的後代 蔣萬安與蔣家後人幾乎沒有聯繫 就連在蔣經國過世前也從未正式見過面 名符其實的蔣家門外的孩子 其實在還沒有改姓之前 這就是一個習慣 金國先生或我爺爺或我祖父都可以 只是可能比較常稱呼金國先生 想到蔣經國會想到什麼 想到十大建設 對於爺爺的一切 似乎僅止於課本上的存在 但一路從國小到大學 同學們總會因為他的這層身分 給予特殊目光 身分的問題其實 在當時並不會給我很多的困擾 同學也不會覺得說要歧視你或是霸凌你 當然不會 或者說他們不敢 不會 其實同學對我都很好 因為大家發現 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這個去補習 或是去哪裡 去聯誼 參加球隊翻牆出去 不應戎招在巨人的陰影下 而局限自己的人生 蔣萬安從小就憧憬律師工作 大學考上政大雙主修外文和法律 還在美國公讀博士獲得律師執照 說起他的客戶 都是全球知名大公司 你們都是臉書人的 臉書人的 臉書人的一些法律事務的處理 一些併購案 一些融資等等 這個過程事實上是激烈程度 不亞於在法庭上面的工房 不只擔任臉書的律師 還曾經替拍賣網站eBay處理併購案 協助創立亞洲最大的設計商品 購物平台Pincoin App團隊負責寫出穩定好用的IOS和Android App 講完33歲就自己當老闆 和朋友在舊地山合夥 經營法律事務所 在美國他不是因為企業員而被認識 是因為專業而被看見 很多人誤以為是 好像回來是為了要選舉要從政 事實上不是 家人都在台灣 他也是宜蘭人 然後另外也希望我們的孩子 他的母語是中文 所以後來有這樣的共識 絕對翻回來 兒子蔣得利的出生 讓夫妻倆考量到孩子的教育環境 加上經常出差亞洲 實在無法顧及家庭 蔣萬安毅然回到台灣 開設律師事務封鎖 更因為專業被經濟部網絡 為公司法提出建議 卻因此讓他人生轉了大丸 那時候幾次修法會議開完 通常沒有結論 當時在體制外 從綠色工作大聲幾乎 但是非常的慢 那不如跳到體制內來 好好推動一個修法 蔣萬安 蔣孝顏兒子 蔣孝顏兒子 拜託 我太太陪著我去 大家看到我身上的名字 都說蔣萬安 然後看到我太太 以為她是蔣萬安 所以男生女生分不清楚 所以坦白說那時候 完全沒有知名度 但是我覺得這是至少跨出一步 一個轉念讓蔣萬安 跟隨父親腳步 踏上了政治路 成長過程裡 最想擺脫的蔣家標籤 此時卻成了他 凸顯於人群的鮮明印記 蔣萬安我不認識 但是他是誰誰誰的兒子 是他爺爺是誰 所以慢慢慢慢很快 大家知道原來 我要參選黨內的初選 我兒子從美國回來 所以坦白說這的確 對我來講在知名度上面 是加分的 對我是一個幫助 2016年蔣萬安首度參選 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 黨內初選投票 狠狠的把資權前輩羅鼠磊PK掉 替上一屆輸給羅鼠磊的父親 輔了一記致命權 成功演出王子復仇季 完全沒有所謂什麼王子復仇 大家對我的印象 的確就像您說的 可能是我家庭的背景 我的身世 但是情走基層 讓大家了解我的一個參選初衷 無法選擇的血緣關係 讓蔣萬安如虎添翼 廣增知名度 但同時也是一副緊呼咒 實時提醒自己做好立委 讓大家重新定義 蔣萬安這個人 當然也是一個 比較沉重的負擔 因為的確 在社會氛圍上面 對於蔣家 有正面有負面 屬於我的標籤 我要怎麼撕撕不掉 但是不是屬於我的標籤 別人要怎麼貼貼不上來 更感謝我的太太 她其實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那我兒子也很可愛 努力幫蔣萬安 貼上用心問證 專屬標籤的是這個 嬌小甜笑生意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感謝支持 謝謝小姐 謝謝大家 我們會加倍努力 申選謝票 還是衝刺敗票拼選贈 蔣太太實訪薛 是蔣萬安背後那個 最堅定支持的女人 我覺得一個人的出身 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她的努力 然後她自己 對自己的能力的 這個表現 然後這個東西 是需要經過時間 慢慢的證明 時間可以證明的 還有從學生時代 開始的這段愛情 橫跨大學 海外讀書 兩人交往長達 11年才結婚 當年還是馬英九證婚 不過誰也想不到 人稱立院一帥的蔣萬安 在當年可是差點被老婆打人分手 也沒有啦 就是因為當時我要出國念書 我太太她當時還沒有辦法 馬上跟著我一起到美國 所以想到說要分隔兩地 遠距離 多多少少心裡都會有一些難過 或是不捨 後來靠著這大學長 前國民黨總召江啟成 劇中鼓勵石紡萱 才讓這對戀人重修舊好 時至今日 說起太太 江萬安可是大大不敢得罪 完全沒有緋文 我太太如果看到她會很緊張 澄清再澄清 就是怕太坐在家 看了不開心 談過幾次戀愛 這能講嗎 我保密好了 好 結婚紀念日是幾號 7月30 我剛剛那一題 談過一次就有太太 好夾在結婚紀念日 瞬間秒答 沒感忘 玩起快音快答 牽扯到感情 抬出老婆大人就對了 被別人抱著還是抱別人 喜歡哪一種 抱著我太太 一句聲協議裡留著是在民國史中 佔重要地位的蔣氏家族寫緣 對別人來說 那是遙不可及的往事光環 我們拿公家的錢走冷靜 讓少數人發財 我們不能夠做 也像是考試會考 不得不背的歷史題目 但對蔣萬安來說 卻是從小就得面對的真實 其實不論是張萬安 還是蔣萬安 對他來說 不過是一個俗世代號 重要的是 能否衝破獎索 創造屬於自己的萬安人生